我跟你們說啦 今天超扯的啦 早上一位越南朋友 七點多 就在公司門口等我了 我們大概認識五六年了吧 他來第一句話就說 晚上八點 我要開店 做宵夜場 有沒有辦法 我說這麼趕喔 他說對啊 可不可以 我就回答他說 好啦 可以啦 我幫你想想辦法 他丟了十萬塊 在桌上他就走了呢 然後點了一下東西 喔 就這些東西 桌子啦 椅子啦 兩口炒台 三孔攤車 上洞下場 小菜冰箱 等等的 我點一點傳給他 他說OK 幫我送過來 剩下的錢我再給你 然後現在一點多 我整理整理 沒吃飯 現在要出門了 幫他趕場啊 這些設備都是他的喔 有些是全新的 有些是二手的 其實他還沒花很多錢啊 這邊大概十萬出頭而已吧 其實開店啦 也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的 就是說困難啦 那你想清楚 然後就可以做決定 這樣子 也歡迎你們來找我們啦 我們一定把你們服務的 很周到 盡量啦 我是范野 關注我 要開店 我一定會幫你想辦法 把 你拍子 太扇子了